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收客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海报的背景色的一些应用 然后也知道了,背景色对于一张海报来说 它所处的一些层级关系 以及它能给海报带来的一些效果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将进入实战 然后设计一款成品海报 那么说到这个设计海报呢 首先呢,我肯定要是有一个文案 或者说是有一个诉求 那么这些东西呢,你也可以自己去编写 或者说你直接通过这个一些设计类的需求网站 去进行一个搜索 那么我昨天的时候呢 搜索到了这样一个委托 他也是希望做一款海报 他这个雇主呢,是希望这样的 海报是要展示的一些内容 当然在这块他有一个介绍 然后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 第一呢,文字 附近的菜场 您家拿手菜 扫一扫关注微信公众号 下载菜鸟烧菜APP 大量补贴折扣券 拿到手软 这是它的第一层级 文案 第一层级 第二呢,logo 卡通图 二维码都要在海报上展示 它的一个要求 第三个呢,是邻加拿手菜 预约自取 二呢,附近的菜场送菜到家 那么这两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延展 是我APP所要给大家展示的一个功能 这两个功能 有这两大块 第三个呢,是一个补充说明 这两个模块可以添加新鲜蔬菜的图片 和美食的一个图片 最后呢,是这个海报的一个尺寸 明白了它的一个需求以后呢 我们要去挑选海报的核心 文字部分是核心 其次呢,是它的一个logo 卡通图以及二维码 那实际上呢 我觉得它更应该突出的是它这个二维码 然后先要增加一些 嗯,粉 去扫这个二维码 关注,然后推广它这个APP 所以说呢,我觉得重点的话 如果是我做的话 时间充足的话 我会选择在它这个二维码上 下一些功夫 那么你这个,如果你时间不是很充足的话 那你就要去寻找 按照它的一个想法去做 它的重点呢,就是 嗯,这张海报上的重点呢 就是要推出这个 它这个文字是放在第一位的 然后,嗯,我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二维码 是可以做成这种动态的 动态的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张海报上直接就做一样 把这二维码做得很漂亮 然后像菜市场的一个样子 格子全都给它分好 这样的话 肯定呢,是比较吸引人 不像现在市面上的二维码 就是这个黑的 要么就中间有这么简单一个文字 或者是一个小头像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个动态的效果呢 在这个Photoshop里也可以完成 你下一个 嗯,这幅格式的 拖进去看 它有非常多的藏在里面 但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不可能 用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做这样的一个海报 那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 所以我们换一下 嗯,方向 去做一些相相对于比较常规的一些海报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卡通形象 等一下我们要用到的 这些呢,是我找的一些参考图 然后呢,首先呢,我要去设计它的一个尺寸 按照它规定的尺寸去做 84.11乘以118.91 分辨率呢,给到150就可以了 如果你就是 只是,不是用于这个 批量印刷的时候 那你这分辨率也给到100 其实也可以,也足够 150呢,就是足够清楚 那么刚才按住它的诉求 说呢,这个里边要有它的一个logo 这个时候呢,我去是需要把这个 多余的部分删除 返选 这是它的一个logo 好 然后把这个 卡通形象 也拿过来 你要先把这些元素 先都整体的拿过来 紧接上呢,就是这个文字 你先不要去管它什么字体 你先把它打上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较醒目 所以在这个背景条件上呢 我选择这样的一个颜色 当然你也可以画这样的一些 小方块 然后增加这个背景后面的一个文理 它有这样一个作用 那文字呢 因为它这个文字 看上去就是比较卡通 所以你这个文字呢 所以你这个主题文字呢 不能这么的严肃 然后我决定呢 在我这个字体库里去找寻一下 记者之前有下载战库的一个字体 快乐体 看上去就是比较卡通 如果你不想像我这样的去敲打的话 你完全可以在这去修改 当然我肯定也会有这个 层级关系 有的这个大 有的效 一会儿我们再对它做一些变化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摆色的这一部分呢 先给它做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便于这个修改 你也可以直接用这样的一个块 它可以随意的修改 不会去丢失过多的一个像素 我先给它做一个比较卡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当然你要想你这个海报它要离地多高 然后你再去判断它 二维码放在那个位置 然后最适合人群去站在那儿去扫取它这个二维码 一会儿我们再讲它的一个排列 当然你为了涂出这个画面的一些效果 你可以给它加一些纹理 那么在这儿呢你可以用这个新建涂层 Ctrl 19加这个线 线的颜色呢你可以用这个红色 给它进行一个像素的一个描边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新在Ctrl加勾 定勾然后再新建 复制一个 Ctrl加T向下拖 向下拖动我撤下一步 然后同学们再看一下Ctrl加T 一定是Ctrl加T 然后再去挑回车 这个时候呢你CtrlAlt Ctrl加T加T 它就会向下复制 五线复制 仰着你拉开的一个间距 这个时候呢我想中上最上面这一层的时候呢 先旋转它 然后到最底下的最初始的这一层的时候呢 按住Shift键 同时当机鼠标的左键就全旋转了 就是CS6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再复制一层 然后旋转 这个时候我这个方格就出来了 让我把它适当的 拖一下 然后向上 合并 把它置于这个 白色的这个底层 然后呢 由于它这个 不透明度呢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在这呢 适当的降低一下 给到50% 或者说你觉得还是很显眼 那么30% 甚至20%也是可以的 有这样一个淡淡的文理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再去处理这个文字 先把这些 所要 它所要让我们展示的一些内容 先排列好 它是有两大特色的 我们也在这里 给它输入一下 在这呢 我也可以选择它这个鸡腿上面的一些颜色 然后一会儿去降低一下 它的一个 饱和度就可以了 再次准备一下 这是它的两道特色 当然在这它也有扫一扫 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它加进去 我们可以给它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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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等一下我们再去对它进行排列 先把它要展示的这些内容都放到这个画面里